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有网友金26日眼间指出,今年的农历春节假期虽然只有6天,但在244年后的公元2262年,国立1月不但有农历正月新年,在2月甚至还有任正月,能够放两次春节假期,共放15天,让许多网友直呼好想做时光机。 民众在脸书社团报废公社PO文指出,公元2262年有两次春节假期,实地查询能见,该年国立1月21日为农历正月初一,2月20日则是认正月初一,有网友对此指出,上次的认正月是在1640年2月22日,两者相差622年,可谓数百年来难得一见。 许多网友知悉此事后,都感到今年的春节假期相情之下真的太少,纷纷表示万习之意,留言指出千冷冻起来吧,那时候地球还有没有人啊,我好希望我能活到那时候,觉得难过,不知道死到哪去了我,剩244年了,加油,不知道那时候的世界变得怎样了。